那么这里我们来补充Default Scanline 就是线性扫描渲染器的另外一种渲染做法 就是我们之前的地屏是不是用地砖或实音砖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地砖实音砖 我们可以把变更设计成什么木地板 OK 这个木地板的做法非常多种 你可以选择使用这个Prosharp 去做这个木地板的这样一个纹路的绘制 然后呢 再进入到这个CDMAX的这个界面里面 我们再给它贴图渲染 这样也可以 那如果说你对于Prosharp不是很熟 或者说你不习惯用Prosharp去整合到3DMAX的话 那我们可以使用一种外挂 我们这个外挂的名称叫做地板生成器 那英文呢就是这个Flow Generator OK 地板生成器 好 那这个外挂其实是由这个CG Source 它所提供的 OK 所以你可以先下载它的试用版 然后如果说你觉得它不错的话 你要更进阶的功能可以去跟它购买 OK 所以首先我们先干什么 同样我们先这个上网 因此呢 同样你在这个电脑上面 你可以执行Google 或其他浏览器都可以 你就左近两次把它打开 好 然后你在这个搜寻引擎的界面就给它打这个CG Source CG 然后Source 像这样 OK 好 然后Enter 同样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网址 对不对 同样你这个网站把它点击进去 有没有看到这就是它那个页面对不对 OK 那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必须尊重智慧才安全 所以同样你这个这个部分的你你自己去斟酌去下载 所以你要下载可以先给它sign 就是给它这个注册 注册你要点这个然后给它做一个注册 这里我就不做了 同样就注册然后下载 那你注册完毕之后 同样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会有提供这个 你看这个目录是不是有一个plug in 就是外挂的意思 还有tools就是所谓它的工具 OK 那其实我们主要是要下载这个 这个floor generator就是地板生成器 用这个地板生成器呢 你可以做木地板或做这个其他这个砖墙的这样的一个纹理 OK 当然如果你要做这个木地板或者说砖墙纹理 有不同的这个纹路的组合的话 你也可以同样给它下载这个multiple 这个所谓的这个tature map 就是所谓的多重纹理贴图 那这里我就不做为什么 因为这个碍于版权的问题 我们就使用这个地板生成器 然后再加上这个 如果适时的用多维贴图也是可以完成它 那我们先介绍地板生成器 它的这个做法 OK 所以你就自己去下载 好 那比如说大家看一下 当你下载完毕之后呢 你要注意 你要去安装它 那这个安装非常简单 首先第一个步骤 你必须把3DMath关掉 也就是说你不能在执行3DMath的过程当中呢 去这个放置外挂 这样它没有办法这个整个整合跟读取 所以你先把3DMath关掉 OK 那3DMath关掉完毕之后 同样请你到这个资料夹里面 资料夹 有没有 那你下载可能会有这个对应的版本 同样你版本不要装错 比如说我们现在3DMath 比如说我们这个3DMath呢 我这地方是2018版对不对 所以我必须去这个装置 Fall Generator Now for Max 2018版 64位元 像这个东西 不要装错 OK 然后这要放在哪边呢 我们必须放在这个3DMath的 这个目录底下的plug in的质押夹里面 OK 那我先比较正规的做一次给大家看 同样你可以按右键 选择复制 非常简单吧 按复制 然后复制完毕之后 同样你就到那个 这个 来 这个 我的电脑就本机嘛 然后C槽 C槽 再你去选这个Program Files Program Files 就程式机 然后点去 那我们去选这个Autodex Autodex 欧科特 点去 同样接着你去选这个3DMath 注意哦 它有一些软体 你不要弄错 3DMath 然后3DMath 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plug in 同样按照英文字母排列呢 它在下面 他们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plug in 就是它 就是放外挂的地方 你又要点进去 好点完之后就按右键把它贴上 这样懂我意思吗 它会贴上就会产生这个 这个Follow Generator 这个东西 OK 当然如果说你记不住啊 这个C槽Program Files 在Autodex 3DMath 2018 plug in 如果这个地方你很容易忘记的话 那很简单 那就是你在桌面呢 这个地方如果你有路径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一个icon 有没有看到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图示 你就对它干嘛 按滑鼠右键 然后去选谁 开启档案位置 它就直接把你抓到3DMath的这个资料夹里面 有没有 就像这样 它直接放在这里 然后你一样啊 它就把你过滤到这边来 那你找谁 找plug in 你突然找plug in的这个资料夹 往上拉 一样 把它点进去 反正就是要到plug in的事件里面就对了 那在这边把它贴上 就按右键把它贴上 这样的意思吧 非常简单耶 就像这样贴上 好 那贴上完毕之后呢 贴上完毕之后 你再开启3DMath 让它再重新再读一次 这样就OK了 OK 那你这个开启3DMath之后呢 突然 画面上就像这样嘛 对不对 把它打开 然后顺便把这个你的这个 你要做目的版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把它打开 OK 那我们就可以选到它的编辑器了 也就是说 待会呢 我们就可以试着做完看 比如说这个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我们执行平面的plan OK 像这样 然后你到编修面板 到编修面板 它的编辑器呢 它放在那个编修面板的编辑器的这个下拉清单那边 有一个flow generator 你往下拉 你不知道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叫做flow generator 看到吗 有没有 这样就成功了 OK 你给它执行 它就可以执行这些参数 以下这些参数的这样设定 好 先试试看 待会我们来练习一下flow generator的操作方式 大家先试试看 800 2 5 2